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机十月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苹果日报的创始人以及总编辑黎智英 在个人推特上面所发布的信息 他表示我是川普在亚洲的忠实粉丝 他做了他承诺的事 而不是那些只说不做的政客 我想他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同时他写道川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他做出了三百多项司法任命 包括三位最高法大法官 让激进的法院回归了本位主义 保护了司法系统的完整性 同时黎智英写道川普还减税并且放松管制 使得能源廉价刺激投资 为海外公司回迁美国创造优惠条件 创造就业从而完成了几十年来最低的失业率 还有工资增长 我想他必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而在这一篇推文中黎智英转述了一篇文章 其中表示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在即 不少中国人支持川普连任 原因是他有能力让美国更糟糕 对中国有利 而对拜登的印象是他老并且糊涂 没有兴趣关注他 而如今身在美国的华人则尽未分明 民主派似乎成为了所谓的川粉 而在二零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川普与希拉里进行竞选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对华立场强硬 让很多中国人表示不满 同时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川普是商人出身 众利好摆平 所以倾向一面倒支持川普 但是川普入主白宫后对华政策却是前所未有的强硬 更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 发动贸易战 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让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也大跌眼镜 认为当年希拉里的强硬根本是小儿科 而根据苹果日报引述文章中 有一位现年三十四岁历任企业网上行销 以及公关的人士 四年前就是典型的所谓川粉 他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达 以他的观察中国人仍然希望川普连任 理由是中国人看得很清楚 但是文章也指出拜登虽然在中国移民留学生网络声量较小 但是在自己的社群中仍然有一定的凝聚力 同时在网络以外 有一些留学生掌握着较民主派人士更加绵密的侨舍资源 私下催票拉票仍然有巨大的能量不容小觑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人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直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川普总统在竞选集会上的最新表现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日的时候 在北卡莱纳州的一次集会上送读了一篇叫做蛇的诗 使得他在二零一五年竞选活动中一个有争议的主旋律再次出现 这首诗是由民权活动家小奥斯卡布朗在一九六三年创作的 讲述了一个女子救出了一条半洞的蛇 后来被蛇咬死的故事 根据PBS的报道 总统曾经用这一段诗来警告他所说的昆松的移民政策的危险 但是川普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首诗的做法受到了一些批评 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川普经常在集会上朗诵这一首诗 而上任后也在演讲中多次使用 根据国会山报道 他在周日的集会上这是他几个月来首次公开朗诵这一首诗 根据现场视频显示 他在希克里的集会上表示 他在集会上批评了民主党提名人拜登的移民政策 他被要求读这首诗 他说有人听声过蛇这首诗吗 我应该来朗诵吗 与这个话题有关 我已经很久没有朗诵了 但是好多人都在问我可不可以朗诵 他接着大声朗诵了这一首诗 然后又回到谈论移民政策的问题 蛇是一则预言讲述了善良的人如何被恶意的人利用 根据国会山的报道 这也被定性为对于黑人文化的胜利 以及对种族主义的否定 但是川普在这里使用显然是相反的意思 而马基布朗他是在二零五年去世的小奥斯卡布朗的女儿 在二零一七年告诉美联社 他的父亲会对川普使用这首诗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说蛇咬人杀人 这不是所有穆斯林做的事情 这不是所有非法移民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不公平也是不诚实的 不是我父亲的意思 马基布朗还有他的妹妹在二零一八年告诉CNN 他们已经发出了停止邮件 努力阻止川普朗诵这首诗 他说小奥斯卡布朗的歌词被盗用来宣传他的仇恨信息和不宽容 这绝对是错误的 而根据来自美联社的报道 总统在呼吁加强边境安全和强硬的移民政策时 多次将移民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 但是研究表明与在美国出生的人相比 移民犯罪其实可能性并不大 川普在希克里的停留是大选前几州 在北卡拉来纳州这样一个关键的战场州的许多停留之一 他周一将在那里继续举行集会 而根据民调分歧网站五三八的数据 总统在该州平均落后拜登一点九个百分点 该网站认为前副总统拜登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机会 赢得北卡拉来纳州十五张选举人票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赌客有关的消息 此前我们知道很多媒体都发布各自民调 而大多数民调都认为拜登领先率领先川普 但是赌客们似乎却持另外的看法 根据雅虎新闻的报道 英国博彩公司说全球有超过十亿美元来投注美国总统选举 超越了所有的运动赛事 而根据英国博彩公司GVC控股主管估算 全球押注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的落注总额超过十亿 这是二零一六年的两倍 而拜登是赌盘中比较热门的一方 赌客也有另外的看法 最后一周押注川普连任的下注出现大增的情况 报道引述福布斯消息 说在巴拿马的一家离岸业务公司指出下注的钱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赌川普赢 由于川普以赔率上是属于比较冷门的公司 表示如果最后川普赢 那么他们将损失数百万美元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共官场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自由亚洲的报道 此前湖南长沙的常务副市长由境外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入境被开除公职 而安徽淮南的副市长政协主席还有重庆一个国保队长 也因为从境外带禁书入境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根据湖南纪委官网发布的消息 长沙市政府的原常务副市长被开除当机 并且要取消享受待遇收缴违纪违法佐德 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进行依法审查起诉 而对于当局高调通报长沙副市长代禁书入境 有知情人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官员代被中国海关禁止入境的书以前也曾经发生 但是一般不会高调处理 现在这种情况密集发生 而且公开报道 最后对自己人对党内的要求实在是有所提高 同时也希望以此来警告党内人士 报道出来在表达一种消极的抵抗 而也有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目的还是为了防威杜剑杀衣警摆 给党内想传播异端的人进行恫吓 为什么最近这么频繁 我认为除了目前中国处于四面包围的大的国际环境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体制内有开明派官员 越来越感到现在所处的社会模式存在问题 而还有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北京的学者 在接受采访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境外的政治类刊物非常有吸引力 现在对境外政治刊物流入进行查处 并且越来越严厉 把政治刊物视为反动刊物 是防止官员对个人体制财生怀疑 对共产主义理念产生动摇 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形象非常重视 高度紧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